Hello 大家好 我是整理修納師Suki 賴淑文 本身是做香港舞蹈團的市場推廣工作 之前因為經常要按租 市場很穩定 到大女兒出生大概十年前 我就開始轉職做了診所經理工作 到了早幾年 因為疫情 我要從家工作 小朋友又在家上課 我就開始執屋 我發現為什麼執屋又這麼快地打回原形 我就上網看影片 但看完影片後很快又是回復原狀 可能三四天就已經回復原狀 我就開始想這件事是否可以讀的 就開始找到一個網上日本整理修納協會的課程 就遙距讀了一個二級的課程 然後慢慢我就開始執好自己的房子 我覺得其實整家人都是很舒服的 原來物品是真的過多的 然後慢慢我就開始又再研究 原來還可以繼續進修讀一級的 讀了一級之後我就開始可以服務其他家庭 我一開始就先朋友 然後就開始接有些家庭去做上管修納服務 那開始我自己就會想 其實這個可不可以成為我的事業呢 早幾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原來也是可以的 那我就偶然放棄了一個很穩定的全職工作 然後就變成了一個收納師 平時我有兩個小朋友 其實我家裡都有很多圖書 那些圖書通常我們都會飄書回來 所以他們回來的時候都是比較多和比較暖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回來的時候 就會用濕紙巾擦一擦面 如果你看到天氣很溫時 其實我們都會去曬一曬 然後再放好它 那你現在看到很多很蠟雜的圖書 但是我們通常都會把它 可能是同一個系列的 或者你看到它是同一個高度的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簡單的分類線 那你見到呢 譬如其他可能是比較蠟雜一點的 那麼我們呢 最重要呢 其實就是那個封面就向自己 全部都要 那麼首先呢 我們準備了兩個收納籃 那麼我們呢 就會將這個收納籃 好像現在你會見到這個書的封面 就會向出 那麼去排列 那麼這個也是同樣地都會這樣去排列 那麼這兩個收納籃呢 其實你會見到它也是比較矮身一點 那麼你都會見到 我這兩個收納籃呢 其實是放在哪一個地方呢 就是放在這個梳化的下面的 那麼你就會見到 其實呢 小朋友呢 有這個這樣的掌握 就可以自己拔出來 而呢 它可以在這個 即是休息的地方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動線就會比較短 也都很容易拿到那些書 平時我回到家呢 就會用這個呢 去噴一噴個鞋底先啦 都為它們燒到 亦都可以用這個呢 來噴在些袋子 還有些衣服的 之後呢 就可以入屋就脫鞋了 在最近門口的位置呢 就放回一個鞋櫃裡面 通常夏天呢 我都會帶小朋友去沙灘啦 回來的用品呢 我們呢 就會用一個消毒水 來做清潔的 大概我們會把它浸一會啦 接著呢 就 過一過水啦 接著我們就可以去浪幹了 我們平時呢 清潔完的沙灘用品呢 我們呢 我們就需要回收納啦 那 那 譬如這些這樣的 水泡啦 我們摺起了之後 有一個特定的尺寸 就全部可以搭回整齊 那 最緊要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 去沙灘用的收納袋 這樣呢 就可以將它的 譬如可能水泡啊 水袖啊 泳衣啊 和他們平時玩的小玩具 沙灘玩的小玩具 都可以一起 那我們呢 都可以放回收納袋 下次的時候呢 就可以一次過 帶著它去沙灘啦 其實我覺得在整個收入裡面呢 可以延伸在不同地方 特別是在我們家裡啦 因為就是 你知道香港其實最貴就是樓價啦 那大家那麼辛苦買了一層樓 其實都是想維持那個乾淨整潔啦 也都希望有個空間啦 那但是開始慢慢去不同的家庭的時候 原來物品那麼多的時候是很亂啊 令到你個人很敏鎮啊 那我就開始 就是執完每一個家庭的時候呢 其實都會有個感受的 就是它釋放了空間 就是有實體之外呢 其實心靈其實都會有改變的 那另外其實去到 照顧小朋友那裡 為什麼我希望一代可以傳到一代呢 其實可以令到它 即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都是控制到規劃力 還有它有一個抉擇的能力 其實你拿了這些物品出來的時候 其實選擇要和不要 其實都是一個抉擇能力來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可以全面提升我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啊